大家好 说到老师这个职业 我想一般大家都不陌生 因为我也就是当老师的出身 到现在大家还都尊称我一声袁老师 当然了 现在老师这个称呼也都泛滥了 你比如什么苍老师 这个老师太多了吧 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外面做讲座 然后主持人特别幽默 主持人说 对我人生启蒙最大的老师有两位 第一位是袁老师 第二位是苍老师 这不错 我还能跟国际大腕的并驾齐驱 我感到特别 国际级巨星 特别了不起 你看今天一做什么访谈节目 试着个什么球球淡淡的 都在台上都叫老师 有个一官半职都叫首长 就那个感觉一下 一说起老师 大家都知道 孔夫子是老师的祖师爷 但他绝不是第一个老师 可是老师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你说古今中外的第一个老师是谁 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老师 这个真的是不可考了 教跟学是天然形成的关系 尤其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 你要想种好地 你肯定得学习前人的经验 你教你种地经验的 你说第一个像大众传授种地经验的人是谁 那你想包括这个什么三皇五帝 什么钻木取火 这一个钻木取火的是谁 什么有朝士 碎人士 神农士 这其实都算老师 如果是这真有其人的话 这实际上都是老师 咱肯定不是一天两天 一个人形成的 而是几代人那个经验的那种总结才形成 其实在中国古代从春秋到隋唐 这个知识基本上是被贵族们垄断的 这个我讲文字的时候 这个也讲过这个 为什么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 那肯定不利于普及 金文为什么住在青铜器上 那也不利于土经 那也不利于普及 掌握文字的贵族 他们垄断着知识 他们并不希望老百姓学知识 因为那不方便他们统治 所以民可使游知不可使知之 为什么这个秦朝要以利为师 让那些刀比利做这个老百姓的老师 那刀比利教你什么 不就是政府的文告啊 什么这个贯彻政府的红头文件啊 主要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特别是在民间 咱们现代意义上的老师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这样的老师基本上是没有的 只有官府才有 你拜请那个老师更多的 就像今天比如我们进工厂啊 或者学一门手艺啊 带你的那个师傅 是吧 你看咱们比如说甭管去工厂 你包括你去什么税务局啊 派出所啊 就这些个体制内的部门 你不都得拜个师傅 跟师傅学 他手把手的教你 其实更多的像那个啊 极个别的富商大股 想让孩子当官也会请老师啊 但这些老师啊 都是朝中的博士 这个博士啊 在古代 他是官职啊 你比如说清朝的这个国子健啊 里边就设博士 博士是整八品官啊 他是官员 他们呢 在这个最早出现这个 这个官职的时候 你比如说告诉秦始皇 事不失谷而能长久者 未长文也 所以你得搞分封 那个那个淳于月 秦始皇就是就是因为淳于月才焚书嘛 后来才坑书 他就是博士 博士负责书籍的典藏 负责记录历史 是干这个的 请他们非常贵 一般人家根本就请不起 请他们的这个就学费啊 这个最便宜的啊 这个一年啊 最便宜的七百代粮食啊 那个时候就是小米啊 七百代 你想限令才六百代 你请他 你哪请得起 根本请不起 直到那个隋朝啊 隋着科举考试制度出现 民间呢 才开始有人请老师 不过老师这个职业 也是被这个世家大族垄断的 绝不是一般人 因为你只有世家大族掌握的文化嘛 你比如说这个隋朝一个著名的老师 王通 你听这姓王 是吧 王谢元宵 这八代故路诸张 江南八大士族之首 他爸是隋文帝登基诏书的起草人 是吧 这相当于这个国务院什么新闻发言人 中共的中央办公厅新闻发言人 他本人也是朝公的博士 是吧 他这个人呢 因才失教 据说有上千人跟他学习 其中出现了不少大人物 比如说魏征啊 温延博啊 李静啊 房玄灵呢 都在他门下拜他这个读书 因为他在教育方面有非常杰出的贡献 所以被后人的尊为诸子百家 吴子之一 你比如说三字经里就有说法 吴子者有寻扬文中子及老庄 这个文中子就是王通 王通自文中嘛 所以他有不少教育学的著作 可惜呢 都失传了 只有在这个文中子说里边 能够看到知言骗语 那这本书就跟论语啊 是王通的弟子整理记录的 他也跟孔子似的 我数而不做 是吧 到了这个宋朝 可举之路呢 算是正式确立了 老师开始大量出现 是吧 那么这个老师的来源呢 一般就是落榜的举子 考进士没考上 落地的举子 你看咱们中国人说 人生的四大喜 四大悲 四大喜 大家都比较熟悉 是吧 九汉冯甘雨 他乡欲固之 这个洞房花竹叶 金榜提名时 这个金榜提名 就是你中了禁士 这是四大喜之一 四大悲呢 寡妇邪而弃 将军被贼擒 失恩宫女面 下地举人心 这个寡妇邪而弃 将军被贼擒 这没什么可解释的 失恩宫女面 失宠的宫女 是吧 落地的举人 你没考中禁士 落地的举人 是吧 那这个落地的举人 有的时候没办法了 包括落地的秀才 连这个举人都没考上 就可以去当老师 还有呢 就是代选的官员 其中这个宋朝最牛的一个老师 叫胡元 神童过目不忘 结果七次都没考中 你说也不知道神在哪 过目不忘 七次没考中 可能那个考的都是他忘了的 或者考的都是他没看过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到四十 古人活到这岁数 差不多就该挂了 是吧 清朝人平均寿命才39 他就宋朝活四十 就行了 这个功名之心就死了 反正考不上进士 算了吧 当老师去吧 他的教学方式非常独特 就是典型的咱们说的那种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带着学生游历大江南北 实践教学 这学生里最牛的呢 就是程仪 就是这个北宋的理学大家 二诚先生 程仪诚号 理学大家 创立天理学说 程仪跟周敦仪还学过 就那爱莲说那个 出于尼而不染 着青莲而不妖 可远观不可谢完 就那位跟他也学过 但是呢 他只承认这个胡元 是他的老师 尊义生先生 后来这个胡元被范仲淹发现了 范文仲公一看 我这人牛啊 当官去吧 光当个老师太可惜了 所以就被破格推荐 去做了官 我怎么没遇上放文正宫 所以直接人就教育部长了 礼不尚书 就干这 国子监技九 就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学制度 在全国呢 建立了不同等级的学校 上到中央 下到乡里 所以北宋的文学的辉煌 跟这个胡元啊 有很大的关系 说起这个老师的发展严格 是这么一回事 那你要问说 这老师在中国古代 这公资待遇怎么样啊 这个待遇啊 不是宝月啊 这个待遇啊 是这样啊 北宋最好啊 明朝最龙啊 清朝呢 比明朝强点啊 有限 但是绝对比不上宋朝 宋朝啊 老师分在编不在编 在编的呢 工资待遇很不错 官办学校的校长 啊 就是他叫山长 实际上就校长 书院山长 工资呢 相当于整六品 啊 整六品 你觉得哎呀 六品芝麻官 七品就芝麻官 六品不咋地 那是因为明清的时候 这品级贬值了 啊 唐宋的时候啊 六品以上官 叫唐上官 可以做宰相 六品官都有做宰相的资格 那宰相才三品 上书才三品 所以六品官呢 很牛了啊 老师的代呢 基本上都是八品以上 还有像那个代薪休假呀 节日补助啊 所以在编的老师 在社会上 绝对属于中上层的收入水平 就跟明国的时候 那大学教授 一个月几百块打烊 是吧 当警察的七块 当兵的六块半 是吧 这个大学教授几百块打烊 那就不得了了 到了明朝呢 大家都知道 朱元璋建立了 他看不起读书人 所以老师的工资待遇就很低 你哪怕是这个国资间纪酒 工资呢 就是七八品 他待遇 而且经常拖欠 不许请假 过节也没有过节费 不在编的呢 就因人而异 水平高的 收入比在编的高多了 还是拿宋朝举例 宋朝有一个巨型的这个私立学院 叫明道书院 这个明道书院的首席讲师 月收入是一百贯 三品上书 月收入是七十贯 而且呢 每天还有七百文 就是相当于零点七贯 伙食补助 那至于这个带薪休假 逢年过节 学生送礼 那更是不在话下 你想啊 这种学校能上得起学的学生 非富即贵 是吧 那谁不想巴结巴结老师送点礼 不过你想进这种学校 是很难的 那得有这个名家推荐 合同是一年一千末位淘汰 普通的这个民办校 工资啊 就因学校而异了 有的呢 特别破的 甚至不给钱 用什么粮食啊 肉啊 代替 这就导致了这个教育水平很不均衡 其实今天咱们不也这样 好学校的老师 工资待遇特别好 那个什么基础博博校啊 农村学校啊 民办教师啊 待遇的水平就很差 所以现在国家不也在 努力的调整改变啊 让你好老师到什么农村地区啊 到这基础博博校去支教 他也是起这么一个作用啊 那么这个 古代的老师教什么啊 虽然有些老师会因才师教 但是呢 从古到现在 普遍呢 是离不开硬式的两个字 因为东方的教育 本身就是以讲授为主 讲授就是我告诉你标准答案 我告诉你正确答案 考试就考 四个学 你选一个正确的 其他不正确 他不像这个西方啊 什么是以讨论为主 是吧 所以那样的话 就发挥你的这个思想啊 让你的思想的活跃 这个就是我说你听的 所以应试是非常的明显的 宋朝学校也开很多科目 但是呢 也得分主科副科 像我们历史就是副科 副科 数理化就是产科 他也得分这了 当时呢 四书六经 这个咱们现在说四书五经 是因为月这部经失传了啊 这个这部经是原来诗书里 于月春秋 是吧 你像那个皇帝玉智劝学 劝学篇就是书中自有言入欲 那里边皇上讲嘛 六经秦相窗前读 想当官你得读这个 是吧 但实际上六经是副科 他不怎么涉及 是吧 反倒是这个论语孟子 大学中庸啊 这个东西是 是必考的啊 是主科 明朝开始 八股取士 老师更不教别的了 只教怎么考试 只教怎么考试 那教材呢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 高考满分 高考状元满分作文选 其实就是这个 凡人那些考诸的状元 榜眼 探花 他们当时的试卷是怎么答的 给你印成教材 给你给你讲 把这个背下来 将来照这个去考 就这么 也就是高考 其实我们现在看 其实好多那个什么 高考那个状元满分的 那个作文 都是老师写的 都是编书的 帮人他自己写的 不是真的高考状元的作文 哪有满分作文 开玩笑 我给你个满分 不证明我太无能了 没有啊 把我什么用古文写的 好多都是那编书的人 他自己写的 是吧 那为什么老师就是 就是从明清两朝的 八股取士一来 就只教这玩意儿 轻松啊 反正都是挣你钱 那教你墨写 教你背诵 比教你拆文解句 这容易多了 是吧 子曰 学而实习之不会 啪一嘴巴 我还得给你解释 什么叫学而实习 累呢 累不累 另外一个呢 就是提高老师的名气 增加威望 增加收入 我教硬士 我一年 我教的学生 半个班北大 是吧 半个班北大 还有哈佛的 还有牛津的 我不牛哈了 你想呀 那我跟着就牛哈了 所以你古代也一样 我教的学生出俩近事 我牛层大了 就这个意思 当然了 在那样应试教育的时代 也有例外 你比如说清朝 康庸年间 有一个著名的老师 叫炎元 他就反对应试教育 对吧 因为他觉得 读这个四书五经 考上来的官 毛屁不会 是吧 真让你当官 去当老爷 你什么也不会 就跟咱们讲 那古代怎么打官司 那一期 不是给大家讲了吗 打官司都是师爷断案 老爷不会 是吧 地上一句碎师 老爷过去看 我这为师自杀 他这样 他不会 是吧 所以你就得 他四书五经 哪个教怎么断案了 所以行民师 也去断案 是吧 所以炎元说 这不行 国家每年 让派去当官的 不都是废物吗 然后他就得雇师爷 师爷国家 又不给俸禄 得这老爷自己出钱 老爷本身俸禄 有低微 就得贪污 对吧 所以不行 我得教你们 点有用的学问 所以这比这个 清朝的教育体制改革 早了一百多年 炎元还自己 花钱办学校 带出了一个 著名的学生 叫李公 是清代的理学大师 给四书 易经 都写过著 李公呢 就继承了老师的思想 所以在清朝 有一个著名的 学以致用的学派 叫严理学派 就是这么来的 虽然呢 有个别的好老师 但是中国古代的老师 其实总体上 是离不开硬士 这两个字 目的就是教学生做官 而不是育人 而不是育人 比现在的硬士教育 还得下 就是把学生培养成官 学成文武艺 货卖帝王家 后来呢 反而就成了束缚 你比如二压之后 中国被炮打开国门 西方先进思想一来 这帮老师 反而成了累赘 坚决反对改革 为什么呀 影响我的利益了 对吧 我这一辈子教学生 孔子孟子 你他妈告诉我 明天考原子和电子 我天哪 我不失业了吗 原子电子分子 我哪懂了 所以这帮人坚决反对改革 朝野上下 是吧 全都这样 最有名的 他当然是个官了 就是什么窝人 是吧 这个就是这个 蒙古族大学士 窝人 同治皇帝的老师 就坚决反对 这个学习西方的科学 中国之大 何患无人 是吧 这个慈禧太后就僵他 那你去去找人去 你给我找了人 这个能 能能能 能教这个什么 怎么做路 做轮船 怎么做 做这个火枪 火炮 你教 这哥们找了三年 没找着 急得要上吊 慈禧天天的 找什么呀 中国之大何患无人 三年了 还没找着 生也生出来了 生出来都三岁了 你想想 其实这哥们这样上吊 所以这帮人就是坚决反对 这个 这个就是教育体制的改革和进步 但是呢 这个他们的反对是无效的 所以终于在1905年 光绪30年 光绪31年 科举制度就被废除 中国就引入了西式的教育体系 小学中学大学引入 但是呢 为时已晚 清王朝离灭亡啊 也就剩几年了 好啊 那关于这个古代的老师呢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